你把我背负了那么多 我 我说这么多不该说的话 我是你爸 我不照顾你 谁还能照顾你 我听说 方总得了一种失忆症 一个患有精神疾病的人 是没有资格担任 F集团的总裁 谁说没有资格 算得上是我们星球 第一个爱上地球人的信念 你是也不害怕吗 有风冷在身边的话 那其实 所有的害怕都不讲 喜欢是一种什么感觉 喜欢一个人 会心跳 蹦蹦蹦蹦的加速 你的脸会特别热 会发红 然后头皮也会发麻 就跟 跟你一个 CPU坏掉的感觉是一样的 你为了方冷这么一个不确定的人 放弃了身为高等生物的一切特确 那以后都是以后再说嘛 至少我现在做的决定 我一点都不会还 爱情 它才是两个人在一起的唯一理由 两个人的结合 应该是有温度的 我知道这样可能对你很不公平 但 确实是爱上了方冷 所以 对不起啊 她是一种 是一个 你 为什么 我 你为什么要骗我呀 我之前说过了 相爱才是两个人在一起的唯一前提 你可能没有爱过吧 所以不知道两个相爱的人在一起 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但我确实已经爱上方冷了 这是没有办法挽回的事情 小龚 你们星球是不是有一种功能 只能把人控制 昏迫在一个地方 又不被别人看见 姐姐 一定是姐姐 我有办法